大家好,我們開箱時間又到了 今天我們要開的箱是富士的35.4 也就是天使之眼神鏡 那很多人對這顆鏡頭呢 真的是又愛又恨 我本人也是 愛的是他那個夢幻的景深 恨的是呢 當他對焦的時候呢 就會有類似印表機那種 叭叭叭叭的聲音出現 但是呢 愛還是戰勝了恨 所以呢 我們還是把它瞞下來了 好,現在就來開箱吧 這個鏡頭是日本做的 出現了 OK 上面這個是什麼呢 會有一些使用者手冊 保證書 這個是一個 袋子 裝鏡頭用的 這個是使用者說明書 這個鏡頭 鏡頭 鏡頭就在裡面 打開 燈燈 可愛的鏡頭就在這裡了 這是一顆全金屬的鏡頭 這是一顆全金屬的鏡頭 大小剛剛好 哇 很漂亮的一顆鏡頭 各位有沒有看到 1.4 F1.4 其實呢 買這個鏡頭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衝著這個F1.4來的 這是金屬的轉盤 這裡呢 這是對焦的 手動對焦的轉盤 除了鏡頭之外還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遮光罩 這個是鏡頭蓋 傳說中的天使之言呢 就在我們前面 把蓋子打開 哇 好漂亮的一顆鏡頭 開玩笑了 那在下一集的影片當中呢 我們會把天使之眼 裝在當紅炸子機 XT3上面 看看第一代的富士鏡頭 裝在最新一代的富士機身上面呢 表現到底如何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事情 包括我在內 敬請期待囉